山陀儿台风速度缓慢 持续向北移动 预估周三晚上登陆南部地区 周四从东半部出海停留不到一天 登陆之后因为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 所以它的这个影响时间相对会拉长 几乎我们10月3号一整天 暴风圈应该是笼罩全台 随着山陀儿周三就要登陆 首当其冲的南部地区风雨影响将会最剧烈 而看看中央气象署的预测 雨量周二到周三预估台东线 累积400到600毫米 屏东线300到450毫米 另外在花莲县高雄市也达到了停班课的标准 而风力达标的县市包括了台中以南 台南市7到8级 高雄市屏东线街有8到9级 而台东线有7级等11县市都达标 台中以南跟花东应该是有机会 因为台风的影响有一些停班课的一个状况 但是在北部可能是10月3号 专家分析周二台中以南及花东再放台风架的几率高 然而南部有可能放到第三天 则要是台风登陆之后是否出现减落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下午也来到了山陀的登陆点 柯仔聊视察 首次遇到17级的强风陈其迈也表示 不排除三天放假 2号台风架是否难成 目前各县市人未公布 北北基桃竹苗最快将于晚上8点宣布 让民众能提早准备 三天讯会章备装饰海岸特别想报道 三天讯会章备装饰海岸特别想报道